明天 本特派员调任玉平县县长的公文就到了 我看你是个人才 到时候我任命你当警察局长 如何 下稿 乖部磕头谢文 马司令 意外 没想到 本来就是我冤的你 马司令 这玩笑开大了吧 赵特派员眼光不错 看得出来 谢二狗是人才 下稿 到 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告诉你 老子今天在天门山口丢人丢炸了 就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到了玉平跟我说三道四 我能去吗 我的建议都是一心未功 狗屁 从小就忘了 上次就在这屋里 你敲诈了老子四万块现大洋 什么你们老太爷要过八十大寿了 你儿子要留洋了 有俩丫头还是归中代驾了 行贿本特派员 我会向大帅汇报的 银票 我也会上交 上个交 一个月都过去了 你怎么还没交 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交 糊弄鬼呢 鬼都不起 今天在天门山口上土匪占了上风 那么多的老百姓长着眼睛呢 戴着耳朵呢 往后 他们还能相信本司令吗 他们宁肯相信土匪 所以 我必须再认 我还得告诉老百姓是黑木椒杀了你 土匪 土匪就是土匪 土匪就要蹬鼻子上脸 潜回了玉平 谋杀了政府要员 这样 老百姓才会怕土匪 老百姓才会相信我 依靠我 我好再向他们收剿匪的捐 我也好 再跟大帅咬兵 再剿匪 所以 我杀了你 才算是一心为攻 你死了 也算为攻 也算对得起国家 马荣 胆大抱歉 胆大抱歉了你 我可告诉你 大帅的公文明天就到 本策判员 就是新任命的玉平县县县长 赵县县县 我知道 新婚还有三个相好呢 本司令 就不会在大帅的身边也有个朋友 你 今天老子必须宰了你 谁想到玉平来分我马荣一杯羹 就是找死 下狗 来 马司令 马司令 赵木 赵木 赵木知错 知错了 赵木 你也多是四万银票 我一直在那身上 还给你 还给你 好吧 玉平县县县 我也不当了 不当了 不当了 玉平废患 常去 军政大权可不能不能分哪 爸 爸司令 我 我连夜就给白大帅写公文 连夜写公文 好 看他 省城来的药园 身上装着四万银票 四万哪 能不被土匪 吐赛黑命 哎 爸司令 爸司令 爸 爸 爸 先生 爸 爸 你敢诸咒为你啊 司令说不让用枪 枪声传太远了 惊动了别人不合适 咱你这件事啊 你知 我知 司令知 大少爷 大少奶奶 这两天啊 累着了 担惊受怕了 就早点歇着吧 你们两个 别在这守着了 我不是给你们找了住的地方了吗 从今天晚上开始 这个屋子 没你俩的地儿 走吧 走吧 叫不走 你说他们俩晚上怎么睡啊 哎 你怎么把灯给灭了 你是我的新媳妇 我不急猴事地灭了灯像吗 我可警告你 别想占我便宜 我去睡外面 别 我睡外面 外面不如里面舒服 你是女人 我应该让着你 那我就不客气了 她还活着呢 还好意思说 三天半新鲜 再也就不管胃了 你还真有心 把她带过来了 我是怕听不到她叫唤 睡不着觉 有意思 要说啊 咱俩是真有缘分 我打小就喜欢听虫叫唤 你吃饱了吗 饱了 有枣糕还想不想吃 动心了 枣糕不能在屋里吃 咱们去那个好地方 走 你少占我便宜 这也叫占便宜啊 你也叫占便宜 在孔雀山我想来着 要是就死在山上了 有你陪着我也算是老天爷眷顾我 多少是个伴 谁要跟你死在一块 嫌我配不上你啊 你说呢 也是 我哪比得上黑木椒啊 那我替她说没你怎么不答应啊 要不然你再想想吧 黑木椒那可是盖世英雄 幸亏我没答应 人家黑木椒有白孔雀呢 白孔雀啊 我觉得吧 我觉得她俩没缘分 还不如咱俩呢 我跟你也没有缘分 咱俩还没缘分 这才认识几天呀 就共患难好几次了 我之前要是没有母的 我真没准我就 错了错了不该提的 又吃醋了 谁吃醋了 这事我一想起来就生气 你说你为了一个女人 弄出这么大动静来 万一土匪跟马荣在天门山口交了火 那得死多少无辜百姓 可说呢 梅仙祖你说 你之前到底想的什么阴谋 我能想什么阴谋 你赶紧回去睡觉 我有个急事我给忘了 二宗 干得不错啊 别闲着 带上你那帮兄弟 城里城外给我忙活忙活去 都给我蒙生面 千万记住 一定要把黑木交的名号留下 明白 司令 公文写好了 请您过目 不用了 算下 马上起草第二份公文 十万伙计 连夜送到省城 内容 土匪进城扰民 烧杀抢阅 奸淫富女 更胆大妄为质 谋杀省城特派员赵世芳 赵特派员死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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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匪还抢走了他随身携带的四万银票 快些 好你个没嫌妆 你可把我框踩了呀 说好昨天中午你现在才来 还有我连门都没敢出 我 我花一万三千块现的药 买你这点破玩意儿 你还不该替我看着吗 没嫌妆 叫我大少爷 好 没大少爷 咱得讲理呀 这东西谁看着 谁掉脑袋 你拿了我的银票 掉脑袋活该 不 我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取货 还真说不好 我原来的计划被打乱了 我想快则半月 多则半年 半年 我取货之前 你们仨得在这儿给我好好看着 听见没 不行这没这规矩啊 规矩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 你还讲规矩 我一万三千块 购买你们三条见命一辈子的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帮我看的 我就豁出去银票白花 我让我干爹马斯林 现在就毙了你们仨 信不信 赶紧 你给我找把趁手的家伙 我带走 看好 看你干什么呀 黑龙城打仗加下场 闲人回避了 别哭了 听清楚了啊 老的是黑龙山的黑木椒 弟兄们 女的带走 房子点牢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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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啊 干嘛 干嘛 那是谁 谁 你干嘛 没了 你吃着银票 你都干嘛 你自己吃银票 你吃银烏达 银票 你吃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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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以后 庆功酒喝多了吧 毕竟是土匪呀 土匪喝多酒 不都是杀人放祸的 评书里就是这么说的 我还是相信黑木交的人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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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大当家的 大哥 黑龙山今天算是报了大仇了 弟兄们 进去我们黑龙山当年过 好 不光是黑龙山 今日一一 是黑龙山与孔雀山联手一战 黑龙山的兄弟们 让我们用手中的酒 敬白大当家的 还有孔雀山的兄弟姐妹们 还有孔雀山的兄弟姐妹们 来 这个玩儿 断酒 干 干 孔雀 咱们九年没见了吧 我 别献个娘们似的 有话快说 我是说 你 你嫁给我得了 咱们两个山头合在一处 你做大当家的 你放心 我的兄弟们绝对不会欺负你兄弟姐妹 怎么样 我爹有话 不能不孝 那如果你一辈子不假 岂不是更不孝 少说废话 我是来喝清宫酒的 不是来说这个的 说这个我可走了 好好好 不说了 白大当家的 干 干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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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木娇 你出来 你再陪我和三大丸 咱们仔 小心吧 我和三位在那儿给你看着啊 我不用你干着 我不用睡觉 他恨不着过来陪我和三大丸 大哥 实话实说 要是跟王小洪比起来 还是白孔雀跟你更相应 老六 那当时我要跟他提亲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我敢吗大哥 谁不知道你和白大当家的 这么多年那割得没解开 老六 王小洪这辈子那都是我姨妹 以后啊 就不要再说了 现在有了县城的白孔雀 谁还提王小洪啊 你说咱们黑龙山要是和孔雀山 连了手 互相照应 咱以后还用得着帕马戎吗 多年前 我向孔雀山老当家的提亲 那也是这个意思 大哥 要我说你和白孔雀 那是你有情他有义 中间就隔了一个白孔雀他爹 这老头都死八年了 怎么还阴魂不散呢 不许我说 那老当家的那是大英雄 不可以对他不敬 好好好 大哥 我又错 其实啊 男人和女人啊 就是这么回事 中间就隔了层窗户 现在他都睡到你屋里去了 你 你就看进去把窗户户 捅破不就完了吗 这怎么可以呢 有什么不可以的 不就是那俩小丫头吗 你交给我 好 让你大小姐 辛苦辛苦 来来来来 喝碗水喝碗水 来来来 二杯你也来一碗 韩老六 你男人还挺好的嘛 是啊 好回好就是还没娶上媳妇呢 大当家说得对 这男人啊就是不能夸 如果你要是在我们孔雀山上 像你这样对我姐妹弄言 我一鞭子抽死他 韩老六得罪了 得罪了 好 三妹 韩老六你 来来 把他们俩弄出去 一定记着 千万给我看好了 别让弟兄们轻薄了这俩姑娘 听见了吗 是 也要找到 很快 吧 是 或者是 老六 老五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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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實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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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積極 累不積極 在背負我 до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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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没招呼 老六 都是你出的搜主意 现在没法收场了吧 你进 跟白宫去把事情解释清楚 这 我去算怎么当这事啊 大哥 兄弟这可都是为了你好啊 大当家当 老六 老六 这老六真不是个东西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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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男人就是不能多喝酒 这酒后 你 酒后什么 我记了 孔雀 你说这一个大男人呢 欺负一个弱小的女子 算什么本事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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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 哥给你擦擦 你个老黑 还好你平时管教的严 你们黑楼山部都是狼心狗肺的 我的两个妹妹是我爹收养的孤儿 孔雀 好不容易成这么大了 万一 万一被他们给倾佛了 我以后怎么有脸见我爹啊 孔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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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 你这一哭 我这心都碎了 我代表韩老六 带你跪下来 你个死老黑 死老黑 死老黑 你睡了吗 你睡了吗 我知道你没睡着了 要不我进去 咱俩再说会儿话 别进来 好像我真要占你便宜似的 有什么便宜好占 好 腊子 好 好 来 好 我 有这种事 老刘 昨天有没有兄弟下山 没有 一个都没有 除了在山上喝酒的 就生了二十四个职业的兄弟 三个人一个港都互相看着呢 我保证没有一个走单的 这么说来一定是马虫的诡计 昨天咱们在天文山口得了民心 他这样做 就是想让老百姓恨咱们 大等家的 你昨天晚上不是在黑龙山上吗 我怕你今天回来的路上遭埋伏 就在城里担了几个眼线 大臣祥碰上这样的事 是眼线亲眼所见了 不可能 昨天晚上黑木椒喝醉了 怎么可能带人去杀人放火呢 对啊 我也不相信 那韩老六虽然用下座的手段 把我和三妹迷倒了 但是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黑龙山的人干不出这种勾当来 二姐 你倒好 你怎么还替韩老六说开好话了 本来就是嘛 如果他不是正人君子的话 咱们现在还能这么好好的吗 他迷药都用了 怎么能是正人君子呢 二姐 我看你的心是被那臭男人给迷住了吧 你说什么 行了行了 你俩抄抄什么 没见过男人是吧 秦叔 这事一定是马荣的阴谋 不能让黑木椒被黑过 对 没大少爷的方法好 公之于众 去 把所有会写字的全都给我找来 是 是 你们都是吃干饭的 光天化日之下 让副委入入 无人之境 烧插抢掠 六条人命啊 还剑阴妇女 无恶不作 没忘法了 连省城来的赵特派员 都惨遭动手术要传出去 要不要全国震惊 司令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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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低称们守城不严 让土匪趁虚而入了 赶紧 下安民告示 向百姓许诺 本司令不日即将出城剿匪 为民报仇 这次剿匪的捐就全免了吧 处着这么大的事情 还怎么好意思跟老百姓收钱 陈大帅谢兵 西边让河江的冯司令出兵一个团 东边让东周的李团长支援我 是 省城的公文发出来 还得给冯司令和李团长两天准备时间 五天后出城剿匪 这一次不杀了黑木椒 我绝不行吧 凤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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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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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快来看看这布告吧 这上头写着 说昨天来咱们家那个赵特派员 被土匪给宰了 是 你看 老爷 听说昨晚土匪进城了 烧杀抢那个监衣妇女 不告人都写着呢 赵世方也被土匪谋财害命了 什么 原本想于平有了真正的县长 能有一番新气象 这还没上任呢 不会是马荣干的吧 这可别乱讲 马荣虽然飞扬跋扈 可总不至于敢 磨害政府要员吧 这不告人写得清楚 是土匪干的 土匪 昨天在天门山口 我看这好像 大少爷和大少奶奶 跟他土匪都有些瓜葛 明眼人谁看不出来啊 封姐啊 快快 把他俩给我叫来 这就对了 新婚嘛就得这样 要不然准让别人 看出破绽 走 给爹和二娘请安 不必那么多虚礼了 今天有要紧的事 不告你们看了没有 什么不告啊 你们自己看吧 二媳妇儿 你看哪 假的 这指定是有人栽赃嫁祸 我问你了吗 公公 我跟黑龙山的土匪打过交道 依我看 这不像是他们的所作所为 土匪就是土匪 玉萍的土匪 有很多年没有进城扰民了 这一切都是从你开始的 这也赖我 这也赖我 我说错了吗 非得让我当着大小奶奶的面 把你的所作所为都揭穿吗 爹 这事真的跟我没关系 好 就算这事跟你没关系 贤祖啊 你已经是娶了媳妇的人了 以后 不准再和土匪有任何往来 贤祖 还不快答应 是 爹 儿媳妇儿 听二太太说 你每天还想去诊所吗 是 我是一名医生 不能在家里闲着 闲着 大太太 二太太共同做主 这么大的个家 都交给你管了 你能闲吗 我们媒家没有这样的先例 你已经嫁入媒家了 以后诊所就不要去了 我已经请人从省城 请西医医生了 公公 家有家归 就请大少奶奶不要再多说了 管好这个家 康好贤祖 早点给媒家传宗接代 来 二媳妇儿 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大少爷大少奶奶好 我爹也不让你去当医生了 你想干吗呀 要不咱们回去我陪你调皮筋吧 我要出去一趟 好 真没想到 媒老爷不同意我再去诊所 这个封建腐朽的大家族 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相信他们 我现在在想 如果暂时不能去诊所 弄药品的事就只能 还找那个周老板 是啊 周老板实力最大 一次性能解决根据地的需要 可是那个周老板太狡猾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是他吗 就算了 个儿挺大呀 来了 小贼 这回算是让我逮着你了吧 你够狠呀 上回那一棒子差点打死我 我不认识你 少来这一套 我媳妇刚从这出去 你还不认账 我告诉你 我没嫌祖打小就会说一句话 有仇不报 事不为人 像你这种流氓无赖 上次我就应该一棒子打死你 认账了 那可就别怪本大少爷不客气 不客气你又能怎么样 老子一枪打死你 老子一枪打死你 这大白天的 你敢开枪 你 你别走 别走 别走 慢点 你当我没防备呀 老子带着兄弟呢 你们想把我怎么样 送到马荣那儿去邀功情赏 来呀 你埋铁谁呢 我跟马荣势不两立 今天抓你 就是要收拾收拾你 咱们属于私人院 跟马荣有个仇关系 我说了 我非得一报还一报不可 是条汉子 叫都不叫一声 来 老子绝不眨眼 我倒要看看 你眨不眨眼 住手 你们干嘛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告诉你啊 这儿没你的事 这是我们爷们之间的了断 你少插嘴 爷们之间 亏你说得出口 你们三个欺负人家一个 你不嫌丢人啊 有什么丢人的 他还背后打过我闷棍呢 那是因为你欺负女人活该 王小红 你跟谁一伙的 你可是我媳妇 给我回家去 别在这儿走了 他是我战友 你要敢伤他 就先杀了我 开枪 舅老爷 你 傻大憨粗 放手 凤娘 昨天傻大憨粗跟我上土匪山 我替您叮嘱他来着 他好像挺听您的 上次我给您做完手术 我还欠他带着伤给您扇扇子 他和您 大少奶奶 你对我那么好 我就不瞒你了 这个家 除了老爷以外 没有别的人知道这个事情 你不瞒你了 小大憨粗 你就听你主子的是吧 成天和你主子在外面欺负人 回去我就告诉凤大管家 你们三个先出去 哎 哎 哎 水挺 小大憨粗 你要是再不放手 回去我马上告诉凤大管家 瞧瞧你这四个大男人 跟一群掐在家圈儿去似的 傻大憨粗 救老爷 带上你们家大少爷 到外面等我 傻大憨粗 你怎么能听王小红的呢 怎么王小红一提我凤娘 就把你吓成那样呢 啊 刚才那姓许的 差点占了我的便宜 就是 你跟凤大管家 咱到底啥关系 怎么王小红都知道了 你还配说他 你是什么东西 你手里拿的是枪 他娘子三下两下的 就被那个女人给抢走了 以后你别拿枪啊 拿枪你也不敢开 我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俩 又怂又笨的兄弟 丢死我的人了 我的枪 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 出门的时候他们就盯我的烧 幸好我回来了 干嘛不让我宰了梅仙族 你就那么恨他 这种流氓无赖 他就该死 梅仙族怎么就是流氓无赖了 他还不是 我绝不能让你留在梅家 跟他在一起 你早早晚晚得 我不能让我的革命同志 被那个流氓欺负了 我留在梅家是革命需要 根据爹还等着我们的药品呢 你已经取得了大少奶奶的身份 梅仙族死了也不影响你留在梅家 难道你真想当那个大少奶奶吗 我问你 你是不是已经给她睡在一个屋里了 和那个流氓大少爷同窗共战了 好 好 好